在不久之前,联合国相关机构发布文告说,他们正式承认韩国成为了发达国家,而且人家还说,在过去几十年以来,这是联合国这个组织第一次承认有一个国家呢,从发展中国家被提升为发达国家。 确实,我们这个联邦韩国的经济,这几十年以来搞得相当不错,就在2020年底,韩国的GDP总量第一次进入到了全球前十强的位置。 作为一个五千多万人的小国,位于东北亚的角落,名不见经传,能取得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确实是挺让人欢欣鼓舞的。 然而,当韩国成为发达国家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,很多人解读出了异样的味道,韩国经济好不好,不错呀,总量居全球前十,人均GDP有几万美元,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,很多国家早就把韩国当做发达国家了。 可是,如果我们真正深入了解韩国老百姓的生活之后呢,又感觉到啊,这似乎是一个伪发达国家。 什么叫发达国家?那当然是经济发展特别好,老百姓收入高,最关键的是,老百姓生活应该特别惬意,轻松,自在。 我们以前经常讲,欧洲有很多发达国家,他们的老百姓生活舒爽到什么状态?欧洲最早提出来,每周四十小时工作日,每天八个小时,周六周日都休息。 可是,这两年来,很多欧洲国家甚至提出了四天工作日,礼拜五也休息吧,而且,工作日那几天,能满打满算,干八个小时就相当不错了。 更关键的是,很多欧洲国家还有夏季暑假的传统,有人统计过啊,对于欧洲有些国家来讲,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公共假日加上暑假,加上周六周日,有的国家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休息的。 是啊,这才叫发达国家,底子厚,老百姓可以轻轻松松的,不太努力工作,就能享受到先人留下来的经济成果。 而且,除了假日之外,大量的欧洲老百姓日子过的是很悠闲的,没有听说有多少欧洲老百姓是日子过得很凄苦,很心酸的,吃不饱饭,穿不暖衣的,尤其是在饮食这个问题上,对于普通欧洲人来讲,那绝对不叫个事。 然而,想想咱们邻居韩国老百姓过的是个什么日子,咱们不说别的啊,就说饮食这一项上,这恐怕是多少年来我们中国人民对韩国人具有的心理优越感。 因为韩国老百姓吃不起肉啊,虽然很多人也辟友了,说韩国老百姓不是真的吃不起肉,他们可能只是在吃到肉的时候表现的比我们更加欢愉一点。 但是,不争的事实是,韩国本地产的牛肉,那真的价格是相当相当高的。 一方面,由于韩国有这个严格的农业保护措施,地产牛肉数量很少。 另一方面,韩国很多人秉持这个身土不二,非相信这个韩国牛肉就是比进口牛肉好。 所以,造成了你在韩国吃本地土产牛肉,那绝对是个奢侈的事。 而且,不只是牛肉啊,韩国人吃起水果来,其实也跟日本人差不多啊。 那个苹果,橙子都是要切成块,掰成半才能吃的。 现在正是炎炎夏日,我想大多数中国人吃习惯的习惯啊,那就是买一整个,一刀切开,然后拿勺子崴着吃。 这种情况,你在韩国基本是不可能见到的。 西瓜呢,绝对是要切成片,切成块,慢慢品尝的。 甚至,有的这个日韩人士还愿意在西瓜上撒盐,以增加西瓜的甜度。 这种事,其实我们中国人也干过。 但是大概是几十年前,西瓜产量特别少,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品种不太好,西瓜也不够甜的原因。 今天还有哪个中国人在吃瓜的时候要撒盐呢? 所以,难怪很多中国老百姓说,至少在吃这个问题上啊,韩国似乎是个伪发达国家。 如果韩国都能算发达国家了,那么我国很多城市早就迈入到超发达国家的行业了。 当然,用吃这一项来判断,似乎是有点不太公道,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别的。 几乎是在韩国成为发达国家的同时啊,2021年5月份,韩国也搞了一个人口调查活动。 在这其中呢,有一个指标,就是调查韩国高龄人群的工作意愿。 经过调查显示啊,韩国55岁到79岁的高龄人群中,有68.1%的人希望继续工作。 这个比例比去年又提升了。 也就是说,韩国的老年人,达到了退休年龄的老年人,应当在家中寒衣弄孙,敬享天伦之乐的老年人,有七成有强烈的工作意愿。 他们为什么要出来工作呢?原因很简单,为了挣钱啊,为了补贴生活呀。 我们以前就讲啊,今天中国城市的老年人,生活相对是比较轻松自在的。 一方面,我们的退休年龄其实是挺低的了,男性60周岁退休,女性55周岁退休,女工人50岁退休。 如果你从事过特殊工种的话,女性45周岁你就可以退休。 所以啊,在我们的各大城市,我们经常会见到许多年富力强的老大爷老大妈,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。 一方面,每个城市都给老年人提供了非常多的福利措施。 除了每个月准时准点下发的养老金之外,还有其他许多额外福利啊,比如说公交车到达一年龄之后,你是免票的。 很多旅游景点老年人是半票甚至免费的。 所以相对而言,咱们中国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还是比较富足踏实的。 当然,如果你非要给子女掏空六个钱包买房的话,那么这部分老年人可能生活压力会大一点。 我们社会中也有很多老年人达到退休年龄之后还要出来工作,但是大部分人,人家的目的可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啊。 人家的目的都是为了给子女多攒一些钱,从中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中国的中老年人真是为子女付出了很多。 但是反过来讲,如果没有这样高企的房价,如果不是为了子女有一个更优渥的生活,仅凭退休金,大多数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还是富足而稳定踏实的。 但是韩国可真不这样啊。 一方面,由于当年制度设计的缺失,有相当数量的韩国老年人实际上根本是没有退休金的。 那么对不起,退休之后你要活下去啊,你就得继续出来工作。 而另一方面,有退休金的老年人也深感到这个退休金是不够用的。 根据韩国官方的调查,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超过20年以上的韩国人,当他退休的时候呢,平均每个月只能拿到养老金88万韩元,也就是5000多块钱人民币。 这个数字听起来似乎挺大,但是大家不要忘了,这可是在韩国,他的人均收入远比我们要高。 今天我国城市有很多老年人的退休金实际上已经达到了5000,即便达不到的,也有很多人有三四千之多。 可是韩国缴纳了20年以上保险的人,平均每个月只能拿到5000多块钱人民币的养老金。 而韩国发达国家,人均收入特别高啊。 韩国的养老金调查机构就说,50岁以上的韩国国民,你要维持最低标准生活,平均每个月至少需要145万韩元,约合8852元人民币。 这个数字远远高于他们实际领取的养老金。 咱们这么讲吧,在中国的大城市生活,作为一个退休的老年人,如果你有住房的话,那么其实平均一个人一个月,我觉得两三千块钱足以维持基本生活。 咱说的还是基本生活,绝对不是韩国人说的最低生活。 可是我们大部分老年人一个月的养老金总归超过2000块钱吧。 很多老年人今天动辄养老金七八千块钱,甚至超过一万块钱啊。 所以我们说嘛,相对而言,中国城市老人的退休生活还是挺丰富多彩。 至少你这个钱是充足的,而是看看韩国,咱先甭说有大量的人,根本就没有退休金。 即便你上班的时候踏踏实实交了20年以上的保险,现在你每个月领这个钱,连你维持最低生活保障一半的钱都不够啊。 所以韩国的老年人在退休之后,有着非常强烈的工作意愿。 七成以上的老人说,我要出来工作。 我们以往到日韩旅游的时候,经常会看到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年人在给我们服务。 你去加油站加油,你去便利店买货,你抱个旅游团给你开车的司机啊,导游啊,很多人都是垂垂老矣的老人。 一方面,我们感觉到日韩经济不错呀,所以医疗水平高,因此人均寿命长。 人家那个七十岁老人,除了头发白点之外啊,感觉这个体力跟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差不多。 可另一方面,人是对抗不了这个自然机制的。 年龄大了,真的体力精力是不济的。 我们看看今天美国总统拜登,大家就知道了,前两天拜登演讲到一半的时候,突然都找起妈妈来了。 有人说啊,这就是老年痴呆症患者的通病。 可是啊,拜登七十多岁当总统,好歹有着最先进的医疗机构的照顾。 可是普通的日韩老人七十多岁出来打工,那这有多心酸啊。 如果说有足够的退休金的话,他们会出来打工吗? 可是反过来讲,对于韩国政府而言,似乎也找不到解决的方案。 一方面,你要真给这么大数量的老年人增加退休金,增加到他们能够自给自足,不需要出来打工,这个钱实在是太多了。 虽然韩国号称成为了发达国家,但它还是拿不出这么多钱。 而另一方面,日韩两国其实面临同样一个困境,就是老龄化和少子化。 尤其是韩国呀,五千多万人口的国家,一年出生才二十多万人。 咱们这么讲吧,如果今天在韩国工作的老年人,从五十五岁到七十九岁,他们突然有一天获得了丰沛的养老金,不出来工作了,回家一样天年去了。 那么韩国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劳动力危机啊。 所以,这也是为什么韩国政府没有动力解决老人退休问题的原因。 你想,一方面,我不用给老年人发这么多退休金,我能省下多少钱啊。 另一方面,由于你没有钱,你退休之后得继续工作,工作到七十岁,八十岁,甚至工作到死为止。 这样,韩国就可以稍稍减缓少子化带来的劳动力危机。 从这个意义上讲啊,韩国还真是个伪发达国家。 这不只是吃这个问题上,更关键的是,韩国老百姓,他根本享受不到发达国家国民的待遇啊。 赵旅拍案,本回书着落在此。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,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。